大家好,欢迎观看在IPGA上使用英特尔玩API工具套件在线培训课程,我是奥克纳瑞。 本次课程是关于在英特尔IPGA上使用玩API的两部分介绍性课程中的第一部分。 本培训课程支持桌面查看,也提供与便携式设备兼容的格式。 这两种版本均可通过发给您的注册电子邮件中包含的同一链接获得。 对于任意版本,在观看培训时都可以使用屏幕底部和侧面的空间导航到任何位置。 您可以随时暂停培训,然后使用软件进行试验。 完成培训后,请使用注册电子邮件中提供的邮件地址,向我们提供有关北深培训及其改进方法的反馈。 本次在线培训的目的是让您了解英特尔OneAPI产品, 以及OneAPI产品和用于iPGH开发的OneAPI工具套件所使用的Data Parallel C++,DPC++语言。 本培训还旨在教授您使用英特尔OneAPI工具套件进行iPGH设计时的开发流程。 本次在线培训,将涵盖英特尔OneAPI产品、DPC++语言、iPGH以及在iPGH上使用英特尔OneAPI工具套件的开发流程的介绍。 现在让我们从英特尔OneAPI产品的介绍开始吧。 为了充分了解英特尔OneAPI产品,我们首先要了解异构计算的概念。 异构计算是指包含多种架构的单一系统,在多样的工作负载中实现最佳性能这方面。 异构计算已经体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 这些架构包括空间、向量、标量,各自独有的优势可以结合起来,以使整个系统从中受益。 这些优势包括性能吞吐量、延迟、IO灵活性和存储器带宽,可以组合在一起。 异构计算的出现,使开发人员能够优化专门的内联和卸载工作负载,从而满足各种商业需求。 随着工作负载的多样性不断增加,对能够处理这种多样性的硬件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然而,没有一种架构是最适合所有工作负载的。 因此,工作负载的多样性也在推动着硬件的多样性不断发展。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未来的趋势是部署在CPU、GPU、AI、IPGA和其他新型加速器中的标量、向量、矩阵和空间架构的多样化组合。 一构计算的快速发展趋势并非没有挑战,这是因为您要处理的多个架构是受编程障碍限制的。 现如今,您会发现每种架构都需要单独的编程模型和工具链。 这些工具链通常需要培训和许可才能使用。 导致您最终需要为系统上的每种架构的各种编译器、IDE、调试器、分析监控工具、部署工具以及其他诸多工具获得许可和培训。 这些挑战并不仅仅停留在许可问题上,还延伸到跨架构原代码的调试、监控和维护。 其中一些工具链也会在专有IP和架构之间的集成方面带来困难。 此外,代码是无法从用的,您需要为每一种目标架构准备相应的代码。 这些挑战也延伸到了整体的软件体验当中,导致了软件开发的复杂性,限制了架构的自由选择。 因此,尽管一构计算具有众多优势,但由于它的进入门槛很高,因此没有太多的吸引力。 只有那些有资源进行技术专长所需的孤立投资的人员,才能负担得起单一系统上多种架构的优势。 为了应对多种架构所带来的编程挑战,我们开发了一个统一的编程模型,称为OneAPI。 OneAPI提供了一种适用于所有架构的模型,简化了跨不同架构的开发,使用户能够轻松利用多种架构所带来的优势。 此产品提供了部署在CPU、GPU、AI和FPGA器件中的标量、向量、矩阵和空间架构之间的共同开发者体验。 此产品还通过行业标准化和开放规范,保证了语言声高级语言的性能无缝对接。 在英特尔OneAPI产品的开发过程中,也考虑到了未来的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种高效支持各种工作负载的模型。 此产品的优势实在是太多了,您只需要一套工具链、库、语言和兼容工具,就能够处理所有需要多种架构的应用工作负载。 开发人员现在可以通过内置工具,大大减少开发的复杂度,从而能够更快地完成开发任务。 例如,在进行长时间的硬件编译之前,FPGA通常需要几个小时,您可以通过仿真的报告,分别执行功能验证和性能优化,从而更快地迭代和完成概念验证设计。 通过使用Vtune Profiler,您可以获取您的主机与加速器之间的运行时数据,还可以轻松开发那些通过红编译指示、投文件和其他内置语言功能实现的复杂硬件模式。 使用One API模型可以为您提供一种可扩展的代码,能够与现有的高性能语言兼容,这样您就可以在多种硬件架构和供应商平台上重用原代码。 尽管代码需要优化,才能在不同的架构上发挥性能。 此外,通过利用顺序编程语言和IDE基层的通用性,入门门槛也会降低。 对于开发人员而言,这当然也缩短了开发和调试时间。 现在我们已经对One API产品的概况有所了解。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该产品的构成要素,以及对于IPGA而言的重要性。 IPGA本配计中所指的是加速器。 英特尔One API产品包括支持直接编程的Data Parallel C++, DPC++, 一系列支持基于API编程的库,以及分析和调试工具。 DPC++是One API的编程语言,它是由Kronos和一些社区扩展所维护的Seql。 您为设计所开发的所有原代码都将使用DPC++编写。 它是现代C++, V11或更高版本,和Seql1.2.1及更高版本的结合。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介绍DPC++。 One API产品还包括一个建立在C-Long LLVM前端和DPC++ Runtime之上的DPC++ C++编译器。 其中C-Long LLVM前端用于RTL的生成,DPC++ Runtime用于在执行期间进行资源分配和管理。 面向IPGA的One API工具套件,包括对使用DPC++进行直接编程的支持,同时还增加了分析和调试工具。 总体的思路是将IPGA与One API编程模型各自的价值和灵活性相结合。 IPGA在与数据相关的并行工作负载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其空间架构和流水线技术是区别于其他架构的关键因素。 IPGA包括可编程的DN池IO用于加速器到加速器以及加速器到主机通讯。 IPGA具有灵活的片上存储器架构,使开发人员能够为并行读写操作创建多个存储区bank, 或者使用支持高带宽存储器HBM的板级来移动大量数据。 通过使用One API将IPGA用作加速器,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IPGA在目标工作负载方面的优势,并实现高效的性能。 若要开始在IPGA上使用英特尔One API产品,您需要安装英特尔One API基本工具套件, 英特尔IPGA附加组件,英特尔Quarters Prime设计软件的一个单独小载箱, 以及您希望用作加速器的IPGA版级平台的Bot Support Package BSP。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部分中进行详细介绍。 现在我们已经介绍了One API,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了解DPC++, 玩API的编程语言,并学习使用此语言进行编程的基础。 回顾一下,我们提到过DPC++,是C++ V12及更高版本和SQL V1.2.1及更高版本的结合。 SQL基于OpenCL,DPC++可视为带一些扩展功能的SQL。 如果您熟悉OpenCL,那么您会发现它与DPC++有一些相似之处。 但是一个主要的区别是,DPC++支持在单个原文件中针对不同类型的加速器进行开发。 当使用诸如GPU、FGA等加速器时,您不需要多个文件。 DPC++是一个具有开放规范的行业标准。 有了DPC++,您就有了一种面向所有XPU的通信语言。 尽管可能需要根据您使用的架构进行一些调整。 为了驱动玩API的目标,DPC++语言提供了从每种架构获得最佳性能所需要的一切。 DPC++有三个工作域。 编译器通过这些工作域来确定什么操作正在被移交给什么器件。 作为程序的开发者,了解这些作用域是很重要的。 这样才能确保您得到正确的功能。 第一个作用域是应用程序作用域。 即您的正常主机代码。 您在C++中能做的一切都可以在应用程序作用域中完成。 主机代码在CPU上运行。 该CPU通常是您设计的主机。 正如我们在示例中看到的。 声明函数指针、设置缓冲区、选择器件都是在应用程序作用域中。 第二个作用域是命令组作用域。 当您向对列提交任务时,会启动命令组作用域。 对列是主机和加速器之间的通信线路。 我们稍后会讨论对列类。 此作用域向编译器发出信号。 表示要执行的操作将很快传递给加速器。 命令作用域支持C++的所有功能。 最后一个作用域是内核作用域。 它在命令组作用域中启动。 此作用域是使用内核调度命令进行启动的。 在此示例中,我们将内核调度命令 Single Task发送到之前选择的IPGA加速器。 请注意,内核作用域并不支持所有的C++功能。 例如,地规代码无法在内核上执行。 要了解C++的限制的完整信息。 最好是查看SQL规范。 运行时Runtime是您执行模型时在后台运行的程序, 与其他用于设置系统来运行OneAPI的工具一起安装在后台。 运行时控制执行和到移构器件的数据传递。 它还按照数据依赖性所要求的顺序处理内核和主机执行。 运行时负责在主机与器件之间来回传递数据。 它还会向器件进行查询等操作。 您可以将运行时视作您的代码与之交互的那一层。 关于Lambda函数的说明。 Lambda函数是未明明的函数,对于C++用户来说很常见。 在本培训和我们的开发云课程中,您会在大多数的视力代码中看到这些函数。 我们使用这些函数将代码保持在同一行,而无需将其封装到一个函数中。 因此它取代了函数指针的功能。 使我们的视力短小而简单,在DPC++中,需要函数指针作为参数的两个常见的构造,是对列提交函数和内核调度函数。 在编写这些构造时,您会发现使用的是Lambda函数,而不是函数指针。 为了让您熟悉Lambda函数,此处的代码片段展示了一个简单的指栏。 放过号表示您想要从函数中获取的内容。 我们通常使用等号或者语符号。 等号表示您想要获取所有内容,但通过直传递。 语符号表示您获取所有内容,但将通过引用传递。 在内核调度调用中,当使用Lambda函数时,我们使用等号。 因为我们要通过直在主机和旗件之间来回传递数据。 接下来是普通括号,表示我们传递给函数的参数。 当我们需要访问一个对象,如Handler的成员函数时,此对象会在括号中获取。 例如,内核调用是Handler类的成员函数。 我们将对它进行大量的调用。 因此我们不仅传递Handler,还给它一个简短的名称。 这样就不用一直把Handler全写出来。 最后,我们打开一个大括号。 就像在任何C++函数中一样,把正常的功能语句放在这里。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Lambda函数并非强制使用。 您可以将所有内容封装在普通函数中,并在您自己的代码中指向这些函数。 在接下来的几张缓弹片中,我们将看到一些dpc++类的示例。 从中可以了解如何编写dpc++程序。 器件类,device class,代表一个OneAPI系统中的加速器。 这些加速器可以是GPU、CPU、IPGA以及其他任何新型架构。 device类提供了成员函数。 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成员函数来获取关于主机可用的器件的一些信息。 例如,通过使用getinfo函数,我们可以得到器件的名称、供应商和版本。 我们还可以得到内置数据类型的宽度、器件的失踪频率、高速缓存宽度和大小,以及器件的在线或离线状态。 您可以有任意多的加速器,没有限制。 在这个示例代码片段中,我们展示了如何查询可用的器件,并获取有关这些器件的信息。 dpc++还有一个器件选择器类,device selector class。 该类可以选择一个要执行内核的器件。 您可以使用代码片段中描述的选择器构造,selector construct,来选择器件。 你还可以使用默认的选择器,这样的话默认的器件将用于加速。 如示例代码片段中所示,我们在创建堆列时使用器件选择器,请注意。 我们在代码片段中使用构造函数,ext++intel++IPGA下滑线selector selector,选择IPGA用作用于加速的器件。 紫色的注释显示了如何选择其他器件。 接下来我们将了解堆列类qclass。 另一个dpc++类是堆列类qclass。 它是主机和器件之间的通信线路。 它是一种将工作提交到器件的机制。 对列提交由seql运行时执行的命令组。 回想一下,dpc++命令组作用于是使用qsme命令启动的。 当此命令启动时,它向seql运行时发出信号,表示工作组将传递给加速器来执行。 您可以向一个器件发送任意多个对列。 然而,一个对列映射到一个器件。 在示例代码中,我们通过使用选择器selector声明了一个器件的对列。 然后使用qsmeat命令启动了命令组作用于。 并使用lambda函数通过引用捕获了handler类。 handler类包含了seql的所有命令组函数。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dpc++内核类,dpc++kernelclass。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内核是我们要发送到加速器进行加速的全部代码。 内核封装了要在加速器上实现的代码。 尽管用户没有明确地构造内核对象, 但每当一个内核调度函数被调用时,内核都会被构造。 内核的调度调用是padallow4和singletask。 使用其中任何一个函数都可以构造内核。 在实力代码中,内核调度调用是使用singletask函数进行启动的。 请注意,内核作用于在大括号打开后立即开始。 因此,这个简单的向量加法将被传递给加速器来执行。 单任务内核是使用singletask构造的内核。 这些内核支持用IIPGA的定制化硬件构造复杂的长数据路径。 当我们打算卸载那些具有很难以数据并行方式执行的依赖关系的代码时, 这些内核很有用。 由于IIPGA在此类算法中表现出色, 因此这成为IIPGA的理想和推荐的内核。 当您浏览单任务内核时, 它们通常看起来像CPU代码, 包含一个处理所有数据的外循环。 代码片核显示了一个在CPU中使用Fall循环的向量加法的实现。 作为单任务内核的相应IIPGA实现也是类似的。 在接下来的学习中, 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单任务内核事例。 与单任务内核相对应的是并行内核。 并行内核支持并行执行一个操作的多个实例。 当调用ParallelFall函数时, 会构造并行内核。 当谈及到并行操作时, 我们会想到GPU, 因为GPU的架构支持多个实例的并行执行。 因此, 并行内核最适合在GPU上实现。 现在,您可以尝试在FPGA上使用并行内核。 虽然您的操作是可行的, 但实现的结果可能不是最优的。 代码片段显示了我们之前用Fall循环 为CPU实现的同一向量加法, 让我们看一下使用ParallelFall调度调用的相应GPU内核的实现。 除了其他差以外, 还要注意, 与FPGA实现的单肉内核不同, 并行内核中没有外部循环。 我们要了解的最后一个DPC++类是缓送器, Buffer和访问器,Accessor。 在器件和主机中, 缓送器用于封装SECLE应用程序中的数据。 缓送器是数据抽象, 代表一个特定C++类型的一个或多个对象。 虽然缓送器本身是一个单一对象, 但是有缓送器封装的C++类型, 可以是包含多个对象的数组。 缓送器代表数据对象, 而不是特定的存储器地址。 因此不能像普通的C++数组那样直接访问缓送器。 出于性能考虑, 一个缓送器对象可能会映射到几个不同器件, 或同一器件上的多个不同的存储器位置。 我们使用访问器对象对缓送器进行读写操作。 访问器是我们用于访问缓送器数据的机制。 运行时, Runtime通过我们为访问器提供的访问模式的类型, 来了解我们打算如何使用我们创建的访问器。 在实力代码中, 我们为向量A、B和C创建了缓送器, 并创建了访问器A、B和C, 分别以止读、止读和止写的方式访问缓送器A、B和C。 运行时根据我们构造的访问器的特权或访问权限来确定数据依赖关系。 运行时还使用这些信息来确定内核的执行顺序。 在编写DPC++程序时, 还需要考虑包含所需要的投文件HeaderFile。 编写OneAPI程序时, 要始终在程序的顶部包括CL-SQL-HPP投文件。 编写面向FPGA的程序时, 要在程序的顶部包含CL-SQL-Intel-FPGA下滑线Extensions投文件。 为了减少使用类时的融长性, 可以包含SQL命名空间。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编写DPC++程序的基础类。 接下来我们将会看一个示例, 通过它来了解创建一个面向用作加速器件的FPGA的OneAPI程序的基本步骤。 此示例代码是DPC++程序的一个简单演练。 编写DPC++代码的第一个步骤是, 创建一个器件选择器,Device Selector, 用于选择FPGA或者您想要的任何加速器。 为此我们使用构造函数, EXT,Intel,IPGA,下滑线Selector,Selector, 所有字母均小写, 这样我们就成功地建立了一个IPGA器件选择器, 并告诉运行时Runtime我们使用IPGA作为加速器。 在第二步中,我们创建了一个器件对列, 这就像是建立于IPGA加速器的通信线路, 我们将通过这个对列传递数据和内核调度, 当我们建立对列时,我们还需要告诉对列与什么器件进行交互, 因此我们将上一步中的选择器传递给对列。 下一步是创建缓冲器Buffer, 我们将使用缓冲器来封装我们身后在器件上使用的数据, 我们使用关键字Buffer来声明缓冲器,并起一个名字, 并告诉它我们要封装的数据是什么。 在此实体中,我们将指针A,B和C分别封装在BuffA,BuffB和BuffC中, 由于指针本身没有与值相关的大小, 因此我们在缓冲器声明中使用了一个范围, 因为缓冲器构造函数要求在使用指针时提供一个范围, 数字1表示范围A的维度, 而N表示您要封装的像数。 如果您使用C++向量, 那么就不需要提供范围。 现在进入第四步, 我们向队列提交任务, 这也是命令作用于Command Scope的开始, 为此我们使用Q-Submit命令, 并开始提交我们想要执行的任务, 请注意, 这里使用的Lambda函数表示我们获取所有内容, 并按引用传递, 大括号里是我们想要执行的实际函数。 队列提交完成后, 接下来是传递器件所需的数据, 为此我们创建了访问器Accensor, 它们将能够访问封装在缓动器中的数据, 在命令作用于中, 我们分别为BuffA,BuffB和BuffC创建了访问器A,B和C, 对于我们想要如何与数据进行交互, 我们还提供了权限或者访问模式, 请注意, 这些权限是从器件的角度来看的, 访问器A和B被赋予了止读权限, 访问器C可写入, 你也可以对访问器提供读写权限, 此外, 我们还使用之前建立的Handler类, 因此在勾到的框号内放入了H。 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成功选择了IPGA作为目标器件, 并且建立了通信线路以及缓冲器和访问器,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最后一步, 也就是内核的调度, 仍然在命令作用语中, 我们使用SingleTask调度调用来创建单任务内核, 请注意, 在调度调用上的Lambda函数, 虽然Lambda函数是未命名函数, 但我们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 这在查找报告时非常有帮助, 当此函数被命名时, 我们可以知道分析的是什么内核, 在此实际中, 内核被命名为VectorAdd, 大括号中的代码就是内核, 它将成为IPGA设计中的一部分, 将交给IPGA来执行, 请注意, 您可以在程序中有多个内核作用语, 这就是编写DPC++程序所需要的基本步骤, 当函数结束时, BuffC的内容将被复制到指振C中, 这是因为BuffC缓冲器在完成时会被销毁, 我们稍后会进一步解释, 希望这个事例能作为一个起点, 让您了解DPC++程序是什么样的, 以及如何开始为您的设计编写DPC++程序, 我们前面提到过, 当我们有多个内核时, 运行时决定执行哪个内核, 运行时是通过了解您如何使用您正在访问的数据做到这一点的, 在此事例中, 我们有多个内核作用语, 它们可以同时运行, 然而, 运行时将首先了解访问器被赋予了什么权限, 并根据这些信息自动确定执行的顺序, 因此, 如果一个内核需要另一个内核生成的数据, 那么它会对那个内核加上一个顺序依赖。 这里的事例显示着内核1以读写方式访问缓冲器A, 这意味着内核1既从A读取数据, 也向A写入数据, 如图所示。 内核2也以读写方式访问缓冲器A, 运行时会发现这里存在依赖关系, 它必须在内核1完成对缓冲器A的写入之后, 才会让内核2开始从缓冲器A中读取。 从执行图中可以看到内核2的依赖关系。 内核3以读写方式访问缓冲器B, 因为无需等待内核1和内核2, 所以运行时知道内核3可以和内核1与内核2同时执行, 这在执行图中也可以看到。 内核4将从缓冲器A中读取数据, 并从缓冲器B写入数据。 这意味着内核4必须等待A和B完成后, 运行时才能开始执行此图。 在执行图中, 你可以看到内核4正等待内核2和内核3, 它的执行是程序完成之前的最后一步。 应用程序与作用域, 即主机代码, 与在加速器上执行的操作一步执行。 从作用域的排序来看, 通常先从应用程序作用域到命令作用域, 然后再启动内核。 然而, 当内核被调度并在加速器上开始执行时, 内核代码之后的任何主机代码都会继续运行。 如果您需要主机停止并等待内核上的计算先完成, 然后再继续执行主机代码。 那么您必须亲自来实施同步。 我们将介绍实施此同步的两种方法。 第一种实施同步的方法是在应用程序作用域内放一个访问器。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在命令作用域中使用了访问器。 这是从加速器的角度来看的。 在应用程序作用域中创建的访问器是针对主机的。 当主机访问器也指向内核正在访问的缓冲器时, 运行时会在执行途中创建一个依赖节点。 实质上市阻断了主机的执行, 直到数据准备就绪。 这里的示例显示了应用程序作用域中的一个访问器。 由于该访问器指向内核正在访问的同一个缓冲器, 因此主机必须等待内核执行完成才能访问该缓冲器, 从而实施同步。 第二种实施同步的方法是在缓冲器自己的作用域中声明缓冲器, 也就是在一个单独的函数中创建缓冲器。 当知情超出这个函数作用域时, 会调用缓冲器吸购函数, Buffer Destructor。 这会导致数据所有权被放弃, 数据被复制回主机存储器中。 在此实例中, 缓冲器声明和队列提交已被放在它自己的函数VoidDPCPP Code中。 在内核中声明的缓冲器位于此函数内部, 这意味着在函数结束之前, 缓冲器必须被销毁。 这是由C++的规则导致的。 现在此函数将主机暂停, 使内核能够完成执行操作。 这种形式的同步也可以通过在缓冲器上使用大括号来实现。 这种方法不太友好, 因为它会使代码在之后难以阅读。 关于DPC++要了解的知识还很多。 我们在这里只是介绍了很少的一部分。 如果您想学习关于这种语言的更多知识, 可以使用这里提供的链接从Springer免费下载DPC++书籍。 PDF或EPUB。 此外,我们的开发云上提供了很多培训模块。 您可以使用它们进行学习实践。 通过免费注册我们的开发云, 您可以对这些教程进行访问。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讨论IPGA, 了解什么是IPGA, 以及为什么您会对IPGA编程感兴趣。 如果您还不熟悉IPGA, 那么这将为您提供一个简单的介绍。 IPGA是现场可编程门阵列的缩写。 门阵列是一个旧概念, 门是芯片上构成设计的微小硬件, 晶体管。 阵列的意思是, 芯片上有大量的晶体管, 多达数十亿个, 我们不会以那么细的力度进行编程, 而是将它们归入到更大的结构当中。 现场可编程的意思是, 诸如查找表、 时宗和存储器等这些内部组件, 或结构之间的所有连接在部署后, 都可以在现场进行编程。 简而言之, IPGA是一种可编程的硬件。 一个IPGA如何成为你想要的样子? 请记住, IPGA有数十亿个晶体管, 此图是IPGA中模块的简化表示, 这些是逻辑和其他功能的构建模块。 您的编译器所运行的软件, 将为您的设计选择IPGA内的构建模块。 通过选择构建模块, 可以确定什么样的模块类型, 和什么样的布局适合此模块。 请记住, 由于有数百万个这样的模块, 所以选择哪一个模块进行构建, 需要花点时间。 接下来, 您要将这些构建模块配置成您需要交载到插招表的构建模块。 最后, 将这些模块连接起来, 这个过程涉及到布线, 同样需要一些时间来完成。 这个自定义选择最终决定了IPGA的功能。 接下来, 我们将了解IPGA中的这些模块是什么。 IPGA内部的模块包括插招表和寄存器, 它们通常出现在同一个模块中。 插招表用于实现逻辑功能, 而寄存器则用于同步设计。 您的设计将通过10宗来便利一个寄存器。 IPGA还包括存储器模块, 这些片上RAM模块本身为20KB, 我们可以一次使用它们的20KB, 也可以将它们组合在一起, 形成更大的存储器, 这样可以更深或更宽。 因此, 该存储器模块可根据您的设计需求进行定制。 DSP模块, 数字信号处理模块, 是IPGA上另一种可用的模块。 除了寄存器和多路复用器, 它们通常还有一个乘法器和加法器。 DSP模块用来支持在使用OneAPI进行开发的 IPGA上的单精度浮点运算。 您编写的几乎所有数学功能都将使用DSP模块 或多个DSP模块来实现。 当构建了设计所需要的这些模块时, 要进行自定义布线, 将这些模块连接在一起。 这种布线在物理上占用了IPGA的大部分空间, 它需要大量的多路复用器操作 来将一个模块连接到另一个模块。 您需要安装这里显示的工具, 才能在IPGA上使用OneAPI。 Intel OneAPI Base Toolkit 是您首先要安装的软件。 使用这个基础工具包, 您就可以开发并优化 IPGA工作负载。 也就是说,您可以对早期映像执行仿真和编译, 从而获得一个优化报告。 只用这个工具, 您就可以对OneAPI和IPGA的工作原理进行大量实践。 OneAPI输出是您的算法的一个性能准确的 IPGA硬件模型。 通过使用Intel Quarters Prime Pro Edition软件, 将OneAPI IPGA硬件模型连接到受支持的IPGA平台, 可以加速您的工作负载。 Intel Quarters Prime Pro Edition软件是Intel OneAPI Base Toolkit的附加组件。 它对OneAPI生成的IPGA硬件模型和IPGA平台中用于IPGA编程的模型进行编译。 使用OneAPI开发准确的IPGA硬件模型不需要Intel Quarters Prime Pro Edition软件, 但如果想在IPGA平台上进行编译和运行, 则需要此软件。 当使用OneAPI时, 你通常不会使用独立的IPGA。 此模型是以托管模型的方式提供的, 意味着您有一张包含IPGA的卡。 卡中还有嵌入式DDR, 我们将其称为全局存储器、PCIE接口以及其他IP。 除了您编写的IPGA内核代码外, IPGA还执行其他功能, 例如与DDR进行通信等等。 这部分设计是预先构建的, 不依赖于您的原代码。 目前可与Intel YPI配套使用的 Intel IPGA卡是通过屏幕上显示的第三方供应商分销的。 您可以从Hitech Systems, Bitware和Terristic获得IPGA版卡。 您可以通过屏幕上显示的链接来获取更多 关于如何获取版卡的相关信息。 您也可以在Intel IPGA Add-on网页上获取YPI工具包所支持的版卡的最新信息。 在讲解了这么多之后, 为什么您应该关心IPGA的编程? 最终这个问题归结为IPGA在哪些方面比其他同类产品做得更好? 以及在算法方面, 使用一个定制硬件可以实现更好更快性能的优势。 IPGA在包含大量机位循环依赖的算法上表现出色。 这种类型的算法在IPGA上运行得很好, 甚至可以超越CPU的性能。 IPGA擅长的另一种算法是 那些利用已构建的定制化存储器结构的算法。 例如,压缩算法由于涉及大量输入的数据, 因此包含很多近位循环依赖。 在压缩算法中, 您需要将新数据与当前数据进行比较, 并随着与大量不同数据的比较, 不断通过更多的值进行循环。 您可以一次从存储器中获取尽可能多的值来进行比较。 因此,通过利用IPGA的存储器结构, 您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这一点。 这种类型的算法很难用并行类型的程序来表达。 因此,在GPU上,这种类型的算法很难执行。 基因组测序与压缩算法类似, 也涉及大量的当前值与过去值的比较。 IPGA在执行这些算法方面表现得很出色。 关键值存储基本上来说是散列的, 用于数据库。 您可以在比特币中找到这类算法。 这类算法利用了IPGA的存储器结构, 因此您可以一次获取大量的值, 并在很少的时间周期内与另一组值进行比较。 数据库分析也类似于关键值存储。 您会发现所有这些算法都利用了IPGA为您构建的定制化存储器结构。 安装IPGA的OneAPI Base Toolkit时, 会附带一个视力设计, NGZip压缩。 此视力设计执行压缩操作, 包括三个不同的内核作用域, CRC、LZ77和Halfman。 此设计还利用了内核之间的管道架构, 使得内核之间可以轻松通信。 我们的IPGA可以构建管道硬件, 从而在内核之间建立一个无缝连接。 我们强烈鼓励您亲自尝试一下这个设计, 了解这个设计具有出色性能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将看一下使用Intel OneAPI Toolkit 进行IPGA开发的流程。 这是使用OneAPI进行IPGA开发所设计的机制, 遵循此流程是非常重要的。 再次强调,在开始设计之前, 您需要安装Intel OneAPI Base Toolkit。 此工具包使您能够对您的设计执行仿真和优化。 要在硬件上进行部署, 您需要安装IPGA Add-on, 其中包括QuarterSprime Pro, 和适用于目标IPGA平台的板级支持软件包BSP。 屏幕上显示的链接是OneAPI工具包的下载网页。 OneAPI Base Toolkit支持仿真和优化报告的生成。 如果您需要对物理IPGA硬件进行编译, 那么您应该下载OneAPI Base Toolkit的Intel IPGA Add-on。 请查看发布说明以确保操作系统的版本符合要求。 您要下载的版本取决于要用于加速的目标版级。 或者您也可以跳过整个安装过程, 直接通过屏幕上提供的链接注册到Intel Dev Cloud。 有了免费账户,您就能够访问在IPGA Runtime主中安装了卡的节点。 也可以访问在IPGA Compile主中有额外内存的节点, 以便进行完整的IPGA编译。 还有大量的教程事例可供访问, 对学习和实践也很有帮助。 对于玩API工程,遵循IPGA开发流程是很重要的。 这里的图表显示了执行开发流程的顺序和执行每一步所需要的时间。 在您的设计代码准备好后,流程中的第一步是仿真。 此步骤检查您的代码是否功能正常, 是否存在语法错误, 并提供相应的结果。 此步骤在主机上进行软件编译, 非常快,几秒钟就能完成。 当您对DPC++代码的功能感到满意后, 下一步是编译生成一个早期映像。 这将生成一个静态报告, 其中包含设计中的大部分瓶颈。 您可以针对这些瓶颈进行性能优化, 此步骤通常需要几分钟来编译生成此报告。 最坏情况下,大概需要20分钟。 您的任务是检查此报告, 分析瓶颈并尝试通过重新编写设计来消除这些瓶颈。 然后,回到第一步执行仿真, 接下来执行第二步,直到清除所有瓶颈。 当您对性能方面的优化感到满意后, 您可以继续进行下一步, 执行完整的编译和硬件性能分析。 这将生成一个可以在IPG上运行的可执行文件。 此步骤通常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完成。 不遵循流程, 基于进行完整编译可能会拖慢您的工作进度, 浪费掉本应属于优化设计的时间。 在我们刚刚讲解的开发流程中, 如何运行各个步骤的命令。 此结构展示了面向IPGA的DPC++Billion的组成。 DPCPP代表Data Parallel C++语言。 以小写字目标式的-Fintel IPGA代表目标平台是IPGA器件。 它紧跟在关键字DPCPP之后。 下一个是输入文件, 可以是.cpp格式的原文件, 也可以是.o格式的目标文件。 然后提供链接选项和一些特定于IPGA的参数。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张缓动片中介绍其中的一些参数。 所需要的命令都可以在OneAPI变成指南中找到。 仿真是开发流程中的第一个步骤。 此步骤的目的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我的代码是否给出了正确的答案。 因此,在此步骤中, 开发人员可以通过CPU编译和仿真来验证设计的功能性。 在迭代设计和算法开发中, 快速找到语法和指针实现的错误。 使用Intel Distribution for GDB进行深度系统级调试, 和使用IPGA扩展进行SECLE代码的功能调试。 仿真的编译过程只需要几秒钟, 可以快速生成在X86主机上运行的代码, 来对IPGA进行仿真。 屏幕上显示着用于仿真的命令, dpcpp-fintel-ipga您的原文件.cpp全部字母小写, 然后跟着大写的字母, -dpcpp-fintel-ipga下滑线emulator。 根据您的代码结构,您的原文件可能不止一个。 -d定义了IPGA emulator selector device, 将用于此编译。 在您的代码中,您需要包含代码片段中显示的语句构造。 这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指示仿真器执行仿真操作, 而不是执行完整的编译。 将您的device selector声明方装在ifdef-else语句中。 编译完成后,会生成一个可执行文件。 这个可执行文件在主机上运行, 因此您不需要IPGA卡来执行它。 报告的生成需要几分钟的编译时间。 此报告显示了瓶颈, 同时也提供了针对这些瓶颈如何进行优化的技巧。 通过此报告, 您可以确定设计中存在的存储器、性能和数据流瓶颈。 此报告还提供了优化技巧的建议, 以解决所发现的瓶颈。 此报告生成了您的设计, 在目标IPGA上的区域和时序评估。 生成一话报告的命令如屏幕所示, -f-seql-link的默认值为一个早期印象。 因此编译将在早期印象上停止, 并生成该早期印象的报告。 早期印象是一个XML文件, 显示会代表连接在一起组成设计的模块, 以及IPGA IP, 所有这些都是在几分钟之内生成的。 -XS hardware是一个开关, 只要我们不使用仿真器件, 那么就要包含此开关。 此报告位于文件名.prj 目录下的repos文件夹中, 当编译完成后, 会生成此文件名.prj 文件夹。 报告是一个.html文件, 你可以在网络器中打开。 最后,当我们确信设计在性能方面得到了优化时, 执行比特流编译。 比特流编译通常要运行几个小时, 此编译在Intel Qantas Prime软件上运行, 您不需要Qantas Prime软件的许可。 当编译完成时, 您将有一个可以在IPGA中运行的可执行文件, 此时,您将能够运行加速的程序。 您不必担心持续收敛, 因为这是自动完成的。 最终的时钟频率将被报告出来, 显示IPGA所达到的时钟频率。 此外,从仿真simulation的角度来说, 您无需执行验证操作。 因为预先测试过的IP就是为IPGA准备的, 不过您可能想确保您得到和仿真相同的结果。 如果您使用了一些, 您要求仿真器忽略的编译指示或属性, 那么您需要在开发阶段使能它们, 这可能会影响您的结果。 您可以使用VTune Profiler, 它将提供一些额外的报告, 如果需要的话, 这些报告可用于性能分析和精细调整。 执行完整编译的命令如屏幕所示, 如果你只想编译成IPGA可执行文件, 而不进行硬件分析, 那么可以去掉Access Profile。 当您在编译命令中包含-accessprofiler时, profiler将在印象中发挥作用。 当运行和执行文件时, 您将能够使用Intel VTune Profiler检查数据。 请注意, 这可能会进一步拖延编译时间, 并占用部分硬件资源和降低频率。 如果在您的设计中只有主机代码改变了, 并且您需要再次执行一个完整编译, 那么您可以使用-reuse-exe, 这将让编译器知道您想重用之前生成的IPGA比特流, 并且在您的内核作用域中没有变化。 通过使用这种方法, 通常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完整比特流编译, 现在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 我们已经成功学习了开发流程中的这些步骤, 以及如何执行这些步骤, 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本次培训课程, 在英特尔IPGA上使用OneAPI。 我们已经完成了在英特尔IPGA上使用英特尔OneAPI工具套件培训。 作为一个总结, 让我们对本次培训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英特尔OneAPI产品通过为多种架构提供统一的语言, 解决了不同架构需要不同工具集和语言所带来的问题。 DPC++是OneAPI语言, 你应该把它看作是带有一些扩展的SQL。 IPGA为构建设计提供了一种定制方法, 因此与OneAPI相结合可以为算法提供一个强大的加速器。 要在IPGA上执行加速操作, 在开发流程中首先要执行仿真, 然后生成优化报告。 当您对内核优化感到满意后, 最后执行一个完整编译。 接下来的培训将介绍一些优化技巧。 这些优化技巧使OneAPI成为与IPGA协作的出色产品。 我们强烈建议您参加使用Intel OneAPI Toolkit优化 IPGA入门在线培训,来熟悉这些方法。 Intel IPGA培训团队一直在努力改进我们的培训教材, 并欢迎您提供任何返回意见。 如果您对本在线培训在Intel IPGA上使用OneAPI部分 有任何的想法和评论, 请发送电脑键至屏幕上显示的电子邮箱地址。 本次培训到此结束,我是Alun Reary, 谢谢观看,下次见。 感谢观看,下次见。